麦当劳中国方面,24日发布声明称,终止与上海福西的业务合作。 记者获悉,目前麦当劳在中国的供货合作方,已转投福西集团在河南的工厂。 当天,福西集团CEO谢尔顿拉文发表声明表示,对上海福西的过失承担全部责任,并对中国消费者道歉。 日前,作为肉类供应商的上海福西食品有限公司,被曝存在加工过期肉类等问题,引发社会关注。 初步调查表明,上海福西食品有限公司,涉嫌有组织实施违法生产经营食品行为。 公司5人已被刑拘,上海食药间部门封存相关产品总计约100吨。 麦当劳方面发布的声明表示,决定终止与上海福西的业务合作, 并称此次事件对麦当劳是惨痛的教训,其正在重新审核并评估公司在中国的供应商质量管理体系。 谢尔顿拉文发表声明表示,代表上海福西食品有限公司及福西集团,向所有中国消费者真诚道歉。 拉文承诺,对此次过失承担全部责任,并确保类似事件不会再次发生。 拉文一承诺,将向河南福西派出其集团内最优秀的领导团队参与管理和运营。 河南福西于2013年10月投产,配备了福西集团目前最新和最先进的生产设施。 ac bread 集团 说一旦 从集团